中瑶被求婚迷上《世源界卧蚕自觉难嫁看成一点头》。 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《天使巍巍》将于4月8日星期天,晚间9点全台首播,由周美玲指导、中瑶、世源界、唐振刚、王丁柱、李杰、王岐领衔主演,故事描述网络时代碰红了许多素人,就像《天使巍巍》, 虽然是一个患有先天性糖尿病的病人,但他总是微笑、坚强、带给人们正向力量,有天黑粉爆料他诈骗,究竟真假虚实的世界如何判别? 导演周美玲说,整部片有三分之四的情感戏,很挑战演员的难度,除了真情流露、精神崩溃,又得放下又重新找回人性尊严, 最难的是摄影师跟进演员的情绪,得一镜到底完成,镜头对焦也不容易,但演员跟摄影团队都做到了,我们共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视缘界在《天使巍巍》对注中尧求婚,她表示,求婚戏其实很不好演,明明爱的不是她,却不得不去做这件事,转口气接住说 但这角色中尧根本不用演,她就是那种思绪清楚很难突破心房,不知道怎么爱的女人,完全就是她的个性 第一次被求婚的中尧海修说,是原界的我藏太迷人了,看住她诚恳的眼神,特指,我都想说I do 她又说,现实生活中,我不敢想象浪漫求婚这件事,只能从网络,分享浪漫的记忆来揣摩,不过如果对方很诚恳,不需要任何形式,我就会愿意嫁了 演出网红,中尧被导演周美玲下达许多指令,她说,每一次演美玲导演的戏,就是一种演技的大跃进 威威这个角色转折极大,除了情绪要表达出来,包括前后的区别,光是一个气馁的情绪,导演就要我们做到五倍的气馁 中尧在天使威威地几乎天天哭,她难受的说,有一场戏被小刚扒头,试了十多次,又刺小刚真的失手打到耳朵 那场戏哭很多,哭很久,哭得眼睛都肿了,头很痛,哭到心脏不舒服,我觉得是心理压力造成的,也被小刚粗鲁的动作吓到 除了考验演技,身心都到冰临崩溃状态,中尧记忆犹新说,有一场冰临死亡的戏,当天心情不好,只有喝咖啡什么都没吃,全身颤抖,还没喊action 眼泪就自己掉下来,我竟被自己的尖叫声惊吓,当下知道,我失控了 不轻易在人前示弱,中尧说,我即使是一个不容易掉泪的人,不会将痛苦轻易展现在他人面前 后来我学习把压力从身体里释放放出来,便利用演戏时来输压,尽情失控,痛快地哭